孩子上幼儿园了 他加入了一个宝妈群 初期大家聊得很开心 聊育儿吧 可是后来呢 家境很好的群主啊 就开始组织团购了 比如700多块钱一双的鞋 800多块钱一个的包 1800多块钱的羽绒服 小刘入群没多久 就花了15000块钱了 一个月收入仅6000块钱的他 觉得有点吃不消了 但还是碍于面子 嗯 硬撑着 想问问大家 你会为了圈子而消费吗 其实啊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为了融入圈子而花钱 因为这样的圈子 短时间内靠消费可以维持得住 久而久之呢 随着支付能力的限制 不可能继续维持了 学会说不 如果因为不消费就被孤立 那我觉得这样的圈子啊 根本也不适合你